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我們這個班的電腦程度的統計 可以看到大概84.9% 都是選入門的 這個也不意外啦 只是說多寡而已 像禮拜三那個班好像更多 百分之九十幾都是入門的 那其次的話就是進階 大概有七個同學 已經對以色調還蠻熟悉的 只有一個同學是有一個 成設計的基礎 有這個開發的經驗 然後有沒有對以色調了解 好像最多是選這個沒有 而且大家至少知道 其次的話是有使用經驗 那當然很好 所以大概37% 那在其次的話 有書納分析表的使用經驗 好像更少 就是稍微少一些些 那為什麼特別問 因為主要這些都是我們上課的重點 所以之後的話呢 我會有一些 練習的題目 然後問各位一些問題 那你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個問題的結果 統計出來 那就是要利用Excel這個工具 那其中的話會最常用到就是Excel的函數 其次的話呢就是Excel的 這個 書納分析表 再來的話就是Excel裡面的程式設計 就是VBA的部分 OK 所以大概先跟各位提一下 那有沒有QRGBT的這個使用經驗 看起來最多的是這個有 但不常使用 我是建議你可以多去問他問題啦 那 當然呢 QRGBT 所謂的深層式AI 目前最多是深層文字 比如說幫你產生報告有沒有 很多人可能就是 叫QRGBT 請你幫我寫一個什麼什麼樣的報告 幾百字報告 或者一千字報告 他會幫你深層嘛 而且甚至的話他可以幫你產生圖嘛 有沒有 深出圖嘛 比如他想要什麼什麼圖 他可以幫你畫出來 對不對 甚至他可以幫你產生影片 現在有一個他最近推出來 像什麼Sora吧 他就是可以幫你 比如說你一個腳本 請你幫我拍一個什麼樣的腳本的影片 你敘述一下 他甚至幫你把影片產出 另外我覺得比較厲害的應該是 幫你產生 我們要用的Excel裡面的公式 比如說 我今天有什麼樣的需求 你可以利用QRGBT跟他講 他會幫你把公式寫出來 甚至他會跟你講哪個函數 可以解決你要的那個問題 所以也就是以後你不知道哪個函數 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QRGBT 甚至幫你寫程式這件事 也沒問題 所以QRGBT AI生成程式這件事 我自己適用 我是覺得 非常的棒 以目前的 使用經驗來看 他可以幫你寫出一些程式 但是前提 我覺得 我自己下關鍵字 其實可能比較 好像沒什麼看 我發現同學比較問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問 因為可能你們對Excel裡面的相關的那些 Keyword好像就是比較不熟悉 所以以後你可能要知道說 哪些地方要怎麼敘述 讓那個 QRGBT知道說你到底在問什麼 比如Excel裡面 一個格子 你不能說 哪個格子 你要看看哪個儲存格 或者哪一列 列的話是橫向的 哪一欄是縱向的 哪一個工作表 一個檔案是工作部 你是那些關鍵字 你至少要知道吧 如果你關鍵字敘述都不會 他當然也就不知道 怎麼樣 提供給你需要的 一個程式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也就是未來 可能你們 幾個方向 這個也是將來 如果你們要交報告的一個 加分的要點 比如說像那個 AI的使用這件事 我覺得也是 我很想看到的 因為畢竟 畢竟目前 使用AI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點 尤其你們現在就業的時候 其實 企業很希望 看到的 就是那個量 你在於AI上面 你有沒有哪些地方是 你是會的 當然剛開始一定是應用嘛 你會用在哪些地方上面 你可以敘述一下 有沒有 更不要說你會設計啦 如果你會設計 那就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你找工作不會有問題 是工作來找你的 一堆人想要找你去 所以呢 這個怎麼樣切入 我覺得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們這門課當然不是主要是 AI啦 我們主要 當然我會希望說 AI這個應用 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哪怕啦 你說老師我做錯了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你也可以跟我講說你做錯了 但是你要之後嘗試做對 或者說你 現階段做不出來沒關係 你可以有個目標 因為很多東西不可能馬上學會嘛 沒關係你可以立一個目標 說老師我可能 這個課之後啦 我也許會再找時間 把這個問題解決 這個我是非常允許的 你至少現在不會沒關係 沒有人說一下就會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以色有函數有多少個 好像不清楚比較多 但答對的有幾個 答對應該四百多個 大概只有三個同學答對 不錯 不過其實你可以問一下 TrackPT啦 不過後來發現 問TrackPT好像答不出來 TrackPT好像聽不懂我的意思 請問一下以色有多少函數 我問半天他都給我不對的答案 後來我問那個Google 新推出來的那個叫Gemini G-E-M-I-N-I Gemini那個AI 發現居然可以答對 所以以這個來看 好像Gemini比較厲害一點點 他告訴我四百多個 那其實這個四百多個的數字 並不是固定的 也就是新的版本會再加一些函數 舊的版本沒有 但是新的版本有 所以如果函數部分 可能還有新舊的版本問題 有些函數太新 恐怕舊的就沒有 這個可能你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大概有個概念就OK 那比較有興趣的 恐怕大部分同學還是 著重在函數跟制定函數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稍微解釋一下 所謂的那個函數就是它內建的 那有些函數不存在的話 其實是可以自己寫 那自己怎麼寫 就是用VPA OK所以其實VPA 主要的應用 就是在很多 沒有辦法用 Excel函數解決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可以自己寫一個程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你就要塗法鏈鋼 塗法鏈鋼還得了 有些資料量很少還可以 但是我資料量非常龐大 現在都Big Data 所以這個 大量的數據呢 那你要怎麼完成 我想現在 恐怕還是只能寫程式 OK 沒有人就慢慢弄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 做一遍之後 那明天資料更新了 那資料更新之後你又再來一次 那豈不是每天都做嗎 OK 而且現在很多Data 像金融業的 這個資料的話 這是全世界都有 股市資料好了 有沒有 惠市資料好了 那你不可能說你用人工 慢慢去Ctrl C Ctrl V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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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那你要複製到 什麼時候才結束 所以如果你想要寫一個 爬蟲的程式的話 兩下就可以 報表都出來了 圖都畫出來了 對不對 當然你 如果不會真的是 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更不要說像其他行業啦 像什麼新聞媒體也這樣 虞心分析好了 虞心分析你說真的 你怎麼可能用人工 每天在那邊複製貼上新聞 新聞都已經過了 你還在複製 還沒還沒複製完 又一個更新的新聞 那永遠都做不完 對不對 那主要是因為現在的資料 變動速度太快 還有數據太大 OK 而且你還要判斷對錯嘛 OK 那所以問題還蠻多啦 也就是用人工真的沒辦法 所以 Big Data 背後 其實是有一個精神是 真的不能用人工來做 的資料量 就是所謂的 Big Data 那如果人工無法 去處理的資料量 你說人工無法處理 人工不能處理 那誰處理 那當然就是程式 所以我覺得 Big Data 背後 最重要的精神 其實還是叫你要學會程式 你說老師學程式很難啊 怎麼辦 沒關係 至少你要懂程式吧 你旁邊至少 會有一些會寫程式的人嘛 你至少可以跟他溝通吧 現在最怕是說 可能連溝通都沒辦法溝通 有沒有 雞同鴨講 為什麼因為你 就像我剛剛講的啦 你跟Trackype溝通 為什麼你沒辦法溝通 因為你不知道說 要怎麼跟他講那些 專 關鍵的術語 他才懂 所以你們應該學的就是那個素養 有沒有 那個素養我覺得建立還蠻重要的 我們這門課啦 希望藉由 這16次上課 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Excel裡面有哪些很重要的素養 你一定要養成 然後延伸出去的話 你還可以學更多 OK 等於是開一個 窗口 那底下的話 還有 AI有什麼意見 大灣同學都 這同學是算寫最多的 其實是 大灣都 沒關係 我只是想要知道大家的一個想法 那接下來的話 剛剛的第二個連結 就是 底下這邊有一個下載連結 這個我想 還是請同學 把他記下來 那這個網址的話 就gg.gg 後面斜線加 Excel to VBA 這個網址 那可能要把他記下來 那底下的話 還有一個啦 這個是備用的一個網址 那 這兩個其實都 同樣是轉到我那個雲端上去 那為什麼會特別多一個 底下一個 TinyURL.com 主要是 因為那個 gg.gg 上個學期曾經發生 狀況 什麼狀況呢 就是因為他 名稱叫gg.gg 他真的gg的 就連不上了 OK 如果假設連不上 你就連下面那個連結 OK 所以底下這個TinyURL 這個我想 可以把他記一下 那這個網址的話 你把他 輸入到 這個上面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 裡面有哪一些 重要的部分 先跟各位講一下 包含就是說 我們往後 上課會用到的 那個 把他輸入上去 Enter一下 OK 包含就是說 所有的範例檔案在這裡 所以呢 待會也許 第一件事情 各位把範例檔下載解壓縮 就這個 範例檔 ZIP 有沒有 然後 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所有會上課用到的 你可以按右鍵下載 或者打開下載 然後解壓縮應該都會啦 這個 你們自己操作啦 應該 解壓縮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 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就把它解出來 解成一個 這個 這個好像電腦裡面有那個 RA 你就把它拖拉到桌面好了 把它解出來到桌面 這就是我們的 範例檔 裡面的話有一些相關的練習題 我是把它分類 分成 總共有 六大類 還有其他的範例題 OK 然後 這個 我想優先先把它下載好了 第一個就範例檔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相關的 這個什麼呢 我們相關的這個 那個講義部分這邊也有 那另外還有個雲端白板 這個所謂的雲端白板 其實就解答啦 所以每一題都有解答 解答我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裡面 所以如果將來你想要找解答的話 請你到雲端白板 按照類別 去找到你們需要的這個 這個答案 雲端白板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 我有把所有 例 我前幾個學期上課的 所有上課的影片 通通放在這個所謂的教學論壇裡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擔心呢 之後上課的內容 對 對你們來說有點 深硬的話 你想要先 預習 先看一下前面上課的部分的話 那你很簡單 你就是直接 點選這一個 這個是 我們之前上課 這個2021這個論壇 為主啦 這個是最最主要這個 那你可以直接 就是 加到 這個論壇 這個論壇裡面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這邊會出現什麼 要求加入群組的時候 請你務必 提供給我你的學號跟姓名 否則 不予加入 這個可能要 特別注意 另外順便跟我講一下 申請的原因後面就是 也許你是要 複習 VBA 上課內容之類的 反正你又讓我知道一下 或者你說你是上這門課的同學 也可以 或者你是要 旁聽的也可以 有沒有 你就讓我知道一下 那 因為這個論壇是 不公開的論壇 只有上課的同學可以加進來 所以 你就讓我知道 那我會幫你把它打勾加進來之後 那如果你加進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裡面的 上課的內容 包含就是之前上課 我會把它錄影下來 像那個 上一學期的 總共 所有的錄影 其實都放在這邊 上上一期的 上上一期的 還有上上上一期的 這邊其實都有 所以前三個學期的錄影 那上一期上課這邊有個清單 理論上我是第一次上課的內容 在這邊 然後清單在這 這個有個完整的影片 那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就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YouTube的播放清單 你可以 選擇 要不要全部播放 或者是你可以按照你想要聽的 你就可以去 先把它打開 先聽過 OK 其他這邊底下就 總共有 14次 那我們上課因為 16次 扣掉其中 其末 所以其中 跟其末 我們是沒有上課的 然後 總共是14次上課的 影片都在這邊 如果你對於 那個課程 你想要先了解的話 那你可以先到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記得這邊有個教學論壇 我們打開之後 記得是這個 乾脆把它放大一點點好了 怕你們選錯 這個 這個 這個為主 那其他的話 就是在更早之前的 2020的 錄影 OK 那底下有個 Moodle連結 就是 那我們每次上課最新的 我會貼到 Moodle 所以你在Moodle公告區裡面 也可以看到 每次上課的 錄影的部分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問卷的結果 跟 這個雲端上面的資料 那 待會的話呢 我要 來說明一下 有關這個 這個課程 大概一些 剛要內容 大家剛剛有 原則性的 講過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幫我把那個 這個範例檔 還有就是Google雲端的部分 如果你假設你擔心 這個 可以比較跟不上的話 你可以再自行加入一下 好了